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边 是因为过去十几二十年 来地方上有非常多的朋友呼吁要守护枝山岩 要在枝山岩周边能够限制建物的高度 能够恢复我们的警官权 还我天际线 但是我们却遗憾的发现 就在枝山岩上面的惠记公 有一个十九层楼的都根案 即将要被通过 因此我们觉得很担心 也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严重 如果这个案子一旦的被通过 那么所有枝山岩附近 警官管制这样子的办法 我们认为形同俱文 完全不具效果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边 是希望柯文哲市长 能够针对这个案子 能够针对这样的现象 紧急喊他 我们认为山岩是台北市的一个宝石 或者说一个历史的缩影 甚至是台湾史的缩影 那上面不但有原住民的历史 有清代的历史 有日本时代的历史 一直到古云党时代 所以说导览的时候一上山 就可以发现不同的路径 代表不同的历史 所以说不能像一般公园那样 可以做普通的盖水泥建设之类的 为什么 因为它的这个豪股价值 如果按照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话 不但这个古基的本身 是不可以开挖 甚至那个临近区 古基的临街区 也必须要严格的管制 你必须要经过一些探勘 一些认可之后 我们现在就是面临更多的都更问题的时候呢 那附近如果很多高楼都盖起来了 那么你作为一个资山岩这样的古基 它并不是一个本身的古基 因为它是需要有景观的管制的 它的故事是台北本地的故事 所以说从山上你要看到万华 以前是一来无一的 那现在当然没有那么方便 总是要看得到啊 那你如果说在很多的高楼 把这个资山岩的视线挡住的话 那这个就 不是原来的资山岩的那个史基公园 所以我想维护一个资山岩的史基公园 这个是台湾也可以说仅有的 是我们台北市政府应该有的一个责任 就是要制定一些合情合理的管制办法 差不多多少公里以内 你可以再多高的楼 并不是说不能够都更 而是说楼层到底要怎样才是 不会破坏这样的古基的景观 需要有一个管制的办法 建商是以现有的一二层建物 不能够跟资山公园的景观配合 符合字画 跟新单元环境评估标准的指标六 而且经过台北市政府審查合格 但是呢 新盖的建筑物楼层高达十九层 加上加上屋顶的图书物 我们计算呢 会比汇集公前面的广场要高出来了整整四十二点五公尺 那他他不仅遮蔽了代表张全谢栋 从这边望过去 资山岩汇集公往这个方向 刚好就是代表全州的盟奖楼三寺的景观轴线 而且呢 他也破坏了 会到广场上参访 汇集公古基民众们的游信 所以呢 所以 所以非常非常明显 这个这个新的新的建案呢 不符合这个资山公园景观的要件 我是延山岭的里长 我这边呢 会想要针对三点提出看法 第一个 财政局说 我们这个案子 其实有头要 要进大跟市长对谈 为什么我们要跟市长 里长跟市长有约 我们今天还要在这里抗议 因为去年 我们针对太子华威 要在资山公园200米内 也就是法护区的临街地 盖十四楼的高楼 跟市政府提出了抗议跟建议 结果 这个高楼 从五十一公尺降到四十九公尺 然后他们说我们结案了 你们觉得可不可笑 因为是你们应该要听到我们心声后 你们想办法告诉我 你们应该怎么做 而不是我们提了很多办法 你告诉我没办法 法律不允许 法律不允许 你自治条例 你可以提啊 我在这边要讲的是 特别有问题是 财政局说 根据都根条例第二十七条 划入都市事业计划的国有公有地 一律参与都根 请问这条不能有自治条例吗 这个地 又不是我市政府规划的必须更新的地区 他就可以因为自己的小小的线上的利益 画了这么大财政局 百分之四十四点五六的地 我在我们沿山里 有一块地 是国产属国安局的地 有一个私人 他102年买了百分之十一的地 把国安局百分之八十九的地 也划进去说要都根 那我们的市政府 可以容忍这样子的国有地 一直被这个 其实不是完全没有解套方法的法规 就限制住吗 更可笑的是 刚刚汪玉言有讲了 他102年 就已经说 要通过一个叫做 文字审议的公告要范围 也就在智山园古迹周边 必须经过文字审查才能盖房子 那个法案之所以会出来 就是要限高 那这个财政局的案子 是104年公展的 请问你都发局不知道 你下面这个 这个管制区就是要限高吗 你能够在他的事业计划通过范围内 给他说你可以通过 孙大哥也讲了 他的通过的条例 所谓的可以参与都根的要件 就是369指标 第六个指标非常可笑 第六个指标是什么呢 现有建物不能配合周边200公尺以内的重大建设 那是1000平方公尺以上的公园 就是1万平方公尺以上的公园 就是属于重大建设 所以这个建商竟然用第六条 就是我现在的建物太老旧 我不能配合芝山公园的这个重大建设 所以我要都根 那你都发局卯盖是不是有问题 以及人家要盖的是19楼 就能配合你家来的重大建设吗 你在102年就说这个地方要限高了 你竟然可以让他用第六条通过 说不能配合周边的这个建物 现有建物不能配合周边的重大建设 让他通过 所以我觉得我们非常的愤怒 可是我们并不是来乱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讲述了非常在法律上 比我们政府都忧功 我们讲到了法律 我们找到了法条 我们也在这边的居民的700份联署当中 要的是我们要的好山好水好生活 好生活 我们的居民都有共识 我们不要那种高楼的扩大的开发权 因为我们都受过教训 这种高楼扩大的开发权 得力的通通都是财团 不会是我们 我们假设四层楼的房子 六楼我们就可以重建了 六楼我们就可以做得很好 为什么要盖到十九楼 上面的十一楼都拿去卖 我们太子华威的案子 一栋楼要盖一点二到一点八亿 请问我们这边的居民再买的回来吗 那因为这本计划里面呢 已经把周周的 他的一个限高 都已经提出一个建议案 那现在呢 重点是 各位 从一百零二年我召开的公天会 到现在一百零六年的 已经几年过去了 四十年了 各位 一个政府的怠惰 可以到这种程度吗 那都市保安局先就 这个都市设计审议的部分 先做一下回应 那刚刚 这个 呃 大家 媒体朋友 这边 关心的就是 有关这一个星球楼的 这一个都市更新的案 那他有在去年 领送都市设计审议 不过 干系会就没有通过了 那这个部分呢 后续会在 申请我们这边做收征 那市政府也做完整法 关心 那第二点 这部分呢就是 呃 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 支撑人员的 澳湘潮水 就是高时度 管制的部分 那我们 方案局 从去年 今年其实都跟了 很多的专家学者 还有包含在地的领导 溝通说 这个高度规范 要如何来进行 它的范围 跟它的这个 高度的这个管制的这个内容 那方案局这边 后续会进行两个程序 第一个是我们会把 这样子高度规范的部分 提到 都市设计的这个文会 然后第二个部分 我们也会提到 都市计划的文会 后续 这个 呃 两个文会都有公式之后呢 以后在知山沿的 这一个管制大会里头 不管是 呃 新的申请案 或是在申请中的案子 都会希望 要依照这个管制大会来实行 你相信法案局的说明 好那个 不好意思等一下 我们真的很 现在里长也不是那么好当 以前只要参加活动 办办活动就好了 今天应该是做母亲节的活动 竟然要来这 我有打电话去你们独发局问 干事会为什么不通过 不是退回 用资料精准 干事会没有退回这个案子 会议决议是说要再开会 要再开会跟退回是完全不同强度 对 是要他们补资料 补资料的理由是什么呢 第一个他见弊率已经没有干嘛 还要扩增见弊率 第二个他要申请容积的时候 没有提出具体的一个说法和图资 说为什么要增高 增高补资料 所以跟这个景高度完全没有关系 那第二个我们刚刚居民有很大的疑问 是替你找出的解讨 为什么这个杜更案 可以符合制化杜更单元第六个 跟重大建设不能配合 现有建户不能配合 所以要参与杜更 你们具体怎么会同意他们做这件事 故事更新这个主要六个部分 我们再回去检讨相关的这个文件 那刚刚提到的就是 为什么在干事会里头 不会让他去年的干事会讨论的时候 其实也是希望他降低量点 所以才会说是不是有可能 朝上放弹这些比率来提醒 那当然今天很多的这个代表提出来的意见 我们都会在后续写意的时候 会再把它纳入来做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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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位 班洋 询计 询阅 吧 вд